大家好 我是秉凯 那我今天是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我之前有接觸過這個遊戲幾次 那我今天來的時候時間比較晚 所以拿到的是挑戰1 就是我的收入跟支出都相對低的一個職業 那我先感謝的是用心主辦跟參與的各位 然後我覺得最後能夠抽到一個24室的公寓 現金流瞬間增加2800 讓我跳出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 那我感覺到運氣其實真是蠻重要的 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因為就是你要有辦法抽到好的投資機會 你才有機會做好的投資嘛 那跟我現實人生有什麼關聯 就我現在還是學生就沒有所謂收入 那我有存款 但是做到投資工具 就是我看過股票啊、外匯啊等等的 當錢一旦是玩真的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這麼樣理性跟有勇氣的去做出這個投資 我今天玩到一個投資是 股票5塊錢 我剛買 然後才剛走兩位吧 股票瞬間漲到30塊 這種事情其實蠻難霸生的 那我就瞬間抱著我的那個現金 然後還有我買房子 我剛買他才6萬吧 還7萬 然後之後過了就幾個 然後又變13萬 我就瞬間很優先 那 就是說 面對真正的人生在玩的時候 說實在 我曾經買過股票 然後他在 低點的時候 他在高點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就是勇氣賣掉 那他慢慢的跌的時候 然後我也還是不敢賣 是他快貼近我那個買的那個錢的時候 我才趕快把它買掉 又或者是還有虧過錢 所以 真的玩到真錢的時候 就跟玩遊戲不太一樣 那我玩遊戲可以 就是看到股票便宜就all in 現實生活all in的話就會有點難過一樣 就是 財務分配可能還是蠻重要 那我今天的策略是 不還債 我只買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的 還債 負債跟支出 他的那個比喻來看 我效益太低了 就這樣 謝謝大家